我們現場的鄉親們呢 拿起象徵希望的漁網 漁網台語叫希望 所以呢我們今天在海區 鋪子這個地方呢 特別就是希望 我們可以一起來宣示 食品安全的決心 食安五環 點亮台灣 食安五環 點亮台灣 食安五環 點亮台灣 我們也給我們的蔡英文 讓她有一個信心跟勇氣 拼贏1月16號的選戰 我們來化解了 來 蔡英文 走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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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讓蔡英文跟陳明文 也給他們信心加持一下 來 蔡英文 蔡英文 陳明文 陳明文 我們讓我們這三位候選人 都可以順利當選 為我們台灣的食安 來打拼 為我們台灣所有myspace的 大家私意住行娛樂 這位來努力來打拼 再一次感謝我們今天最重要的 我們的食安五環 從嘉義做起點亮台灣 小花縣長 這次我們嘉義 兩位立委候選人 陳明文委員 我們也有管長 蔡英文 加油 今天我們很高興的 我們的吳坤毅教授跟我們一起來 露車的時候 才知道他是嘉義人 他也很高興 我們的吳毅勤 我們的另外一位不分區 也是我們嘉義人 我今天在這裡 我們今天是第三天的全台掃接拜票 今天我們會在埔子跟新港掃接 我們在昨天也在嘉義舉辦了晚會 也有很多我們的鄉親來給我們打氣 加油 今天要開始掃接之前 我們這個記者會 我們把重點放在食安的問題上 主要的問題是因為 這個食安是我們全台灣人最關切的事情 那麼歷來的調查都顯示 就是說台灣人在這個階段 感到最不安心 也希望能夠有所改革的地方 就是食品安全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在安排不分區立委的時候 我們有特別注意到說 我們能不能強化 我們將來在立法院 在食安問題上面的立法能量 因此我們就開始去請教 林潔良醫師的夫人 譚敦慈女士 譚女士在跟我們深談了好幾次之後 他鄭重地向我們推薦我們的吳教授 也就是將來我們的應該叫吳委員 那我們真的很高興 覺得很榮幸 就是我們吳昆毅教授願意擔任我們的不分區的立委 更高興的是他願意擔任第一名的立委 第一名的立委的不分區立委壓力很大 你就是我們的招牌啦 那所以我們在這裡要再一次的謝謝吳昆毅教授 願意接受民進黨的邀請擔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第一名 那麼同時我相信將來進入立法院之後 我們立委的黨團也好或者我們的立法院也好 都會把很多很多專業的這些問題來向我們吳昆毅教授請教 那我們也非常期待吳昆毅教授在將來的立法院裡面 可以領導在食安議題上面的這些立法問題的處理 那麼剛才吳昆毅教授也講到 我們在這一次大選很早的時候 我們就提出來的食安五環的食安的政策 那剛才吳教授已經把這個食安五環大致跟各位報告過 不過食安五環有人可以用台語把它講得那麼完整 真的還是第一次聽到吳昆毅教授有這樣的功力 那在這裡我還要特別謝謝我們嘉義縣 這裡是農業大縣 也是觀光大縣 那麼我們嘉義縣的張花館縣長小花縣長 對食安的問題是特別特別的重視 那也希望就是說 因為強化了我們食安的管理 讓我們嘉義的很多的農產品 很多的茶葉等等 可以在台灣甚至於在全世界能夠行銷的更好 讓消費者更有信心 所以我們小花縣長即將要推動這個食安大樓這件事情 那它在裡面會設置一個公正的食安認證法人機構 來建立更嚴格更進步的食安的標準 那我也知道說我們嘉義縣 現在正要推動茶葉的分級標準 要把阿里山的烏龍茶的生產履歷發展起來 那也希望能夠推動到其他的農產品 那小花縣長曾經說過 他說沒有產地的良心就沒有食品安全 那麼將來我們會全力的來支持嘉義 也會全力的支持台灣 讓我們各縣市的縣市長在食品安全上面努力 那我們也期待 就是說嘉義縣在這個地方 尤其是食安方面可以做我們全台的領頭羊 那麼在我們大選已經剩下五天的時刻 在這裡開記者會 總難免要呼籲一下我們嘉義的鄉親 在最後的這個階段 可以替我們爭取到更多的支持跟更多的選票 那我們在這裡的兩位立委的戰將 一位是陳明文委員 一位是蔡毅宇委員 那陳明文就是大家都很熟了啦 還要再繼續介紹嗎 好 大家看看他就好 因為他大家都很熟了 好 下一個 另外一個需要介紹比較多 就是我們蔡毅宇 我們的海線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的 是個律師 充滿了正義感 你不要看他這樣胖胖的 他是我們 是年輕世代裡面 非常有理想性的 每一次的年輕人在街頭 或者在臺灣的各地 所發動的這些運動 都可以看到我們蔡毅宇的影子 也就是說他代表了我們的 新世代對於這個社會 改革的一個很大的動力的來源 也是一個我們希望新的世代 可以參與 臺灣在下個階段 能夠有一個新的發展的 一個開始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 在海線 我們蔡毅宇這次可以過關 上一次差一點點 這一次我們希望他能夠過關 讓我們整個嘉義的這個建設 可以在兩位立委 在立法院的強力推動下 可以更能夠有足夠的資源 跟更足夠的中央的這種協助 讓我們的嘉義的發展能夠更好 那今天蔡毅宇站在這裡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說 當選舉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買票 聽到的買票的傳聞是不斷 尤其是在蔡毅宇的選區 今天蔡毅宇站在這裡 就是提醒臺灣人民 現在買票會選正在發生當中 那選舉買票 是用金錢來左右人民的這種意志 這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裡面 是不應該有的 而且應該要被禁決的一種現象跟事情 那麼現在我們離這個選舉 還差五天 可是我們的會選卻越來越嚴重 特別是在嘉義縣這裡 尤其是在海縣這裡 過去幾個禮拜 接連國民黨的選舉幹部 因為替候選人買票被調查 甚至被收押 無論我們看這個點調跟司法單位 在如何積極的查會 這個會選的狀況卻越來越令人擔心 那麼也層出不窮 那這背後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也就是背後的這個政黨 對於阻止會選毫無決心 甚至於形同縱容 那麼朱主席在過去的這段期間 面對他們的黨籍的幹部 陸續被調查會選的事情 他一再的迴避 甚至於還指控民進黨抹黑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非常的令人難以理解 那麼在這裡 我要向國人同胞做出一個呼籲 請大家一起拒絕會選 共同用選票來拒絕買票的政黨 讓台灣的買票文化 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畫上句點 同時我要再一次的提醒朱主席 這麼多的會選的個案 絕大部分都跟國民黨有關 朱主席如果真的要有決心改革 就應該一定要強力的去約束 國民黨的候選人 不要再用抹黑來迴避這個問題 那麼全國人民正睜大眼睛 看著朱主席以及國民黨 如何來面對 如何來處理 這一段時間以來 甚至正在進行中的 很多的會選的傳聞 跟會選的事件 那我們也正在看國民黨 跟朱主席有多大的改革的意志 跟決心 謝謝 謝謝大家 感謝我們的蔡英文主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小明 numer 我們每次知道 我們開 Ocul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